也許生命有90% 95%的重複 可是有5%或10%的可創造性 其實已經非常非常壯觀了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邦盛 文明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是你的總父親 對對對 你可不可以談談這個部分 因為我自己是個父親 在我生命這個階段 我常常會去比對 我跟我的上一代的生命 有什麼樣的雷同 或有什麼差異 然後我跟我的下一代的這個關係中 跟那個關係有什麼雷同或差異 我們又會常說 我們後來逐漸變成 我們自己最討厭的那個人 好像就是這麼的宿命 那我對宿命一直很不舒服 我一直想要回答 生命的重複到底是一種 什麼樣的規律規則 或者說有什麼樣的特色 我可以怎麼掌握 我一直很想回答這個話題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個事情是 我對於台灣的近代的歷史或命運 有蠻多的哀傷的情緒 我對於我剛剛說的那個生命的 幾代人生命的那個重複 我又覺得這兩件事情 有很多的雷同 或者是有很多的 可互相比喻 我裡頭想用范寶德的 他跟他爸起了同樣的起心動念 可是做了一個不同的一個決定 就那一個小小的決定 好像改變了蠻多的事情 我想用這個來回答 我二十幾年前的那個法文 一位是瑪麗玄 就是以影像的創辦人 就是一個攝影的專業的品牌 他對於描述 不管是影像的描述 或者是文字語言的描述 是非常擅長的 很期待就是說他來駐村之後 如果他從攝影的角度 攝影的角度來看電影 或者說跟應酷 比如說跟導演之間 他的觀點是什麼 他的觀點是什麼 所以我們在拍照 跟導演之間 在前面的 中華 10月10號的時候開始 當初做影像的初衷其實 很單純就是很想也要做一個 攝影製造型的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台灣一直沒有這樣的東西 或是說台灣對於攝影這件事情 並不是那麼的注重 所以我就覺得我還是要繼續做 然後就一直在繼續繼續做 然後後來我又加了一個 拍攝採訪紀錄片導演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覺得錄片導演顯得很像攝影師 他本身就是一個 我們也許有看過他的片 但是不知道他是誰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最後的同時間就 轉台攝影師跟錄片導演在兩塊地上 然後就一直做做做 因為做影像的部分 都是在老夫的概念去處理這個網站 因為我覺得以後喜歡攝影的人 他可以透過這個網站 看到他喜歡類型的一個攝影創作者 然後看到他們怎麼樣去 敘述他們的一個作品 或是他們怎麼樣去發想 在攝影上面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 這個是有意義的 跟錄片走出來 後來我們是最差的 我們還是先估讀的 跟錄片 因為我們是最大的 一步的 像對任意的 小精彩 紅色 是最大的 小精彩 在這裡 沒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